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吹过头了 吴炳锐说装饰的人是叫不行 好 这场听劳工还是挺小音呢 这个尬戏好像戏码还正是芳心为爱啊 而这个党团总召柯建民也坦诚 这种情形说没有困扰是骗人的 完全执政后的民进党已经开始诋会到 立委杠上中央的难处了吗 从在野到执政党内声音的多元化 对民进党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阻力呢 好 在昨天公事的董事会审查 也告了一个段落了 结果被提名人杨大正 也就是岛屿天光的演唱者 那么因为呢曾经在朱立伦的脸书上面 留下了不雅字眼 结果就被杨泰顺跟唐湘龙轮番的炮轰 而中箭落马了 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 也要来谈谈公共电视何去何从 而公共电视在2008年马政府上台之后 董事会人数大幅的扩边 引发了民间大局反弹的声浪 过去究竟是谁伸了黑手 让关谷电视台的中道立场 抹上了政治色彩呢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的满意度 民调出现了死亡交叉 而如今又再度跟好前市长杠上了 好 被网络上面的声音批评说 你是在编好龙兵来救自己的声势吗 在今天我们也要来谈一谈柯文哲 他的功与过 不过我们首先来看看 这个党内后打不用钱 本来在过去谈的都是国民党 现在在谈的是民进党了 大家说好的都是鹰派不是吗 一立一休闹内讧 林淑芬遭到党内踏罚 林淑芬扬言她将会在这个 未还委员会消失 民进党团的監事长吴秉锐 就受了柯建民的拜托 就特别到了这个林淑芬的 卢州服务处 还有她的住家去按门铃 结果都吃了闭门羹 那么林淑芬委员的电话 陆续关机两天 等于是断绝了外界的联络 所以很多人就跑去 她的脸书上面看看 她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情 解释或是什么样的一些论述 结果发现她谈的 还是在这个马政府时期 为什么降低劳工薪水等等 没有谈到一立一休 也没有谈到主席神隐的事情 司法院长仁选岛内有议音 而小英政令 现在是不是出不了门呢 现在我们看到 不只是一立一休闹内讧 新闻定跟林警方 那么也遭到了司改会的这个群体反应 认为他们都是经守威权时期的斯大安 那么这个林警方又是保守派 难以带动司法改革 那么希望蔡英文能够撤回提名 所以接下来看起来这个鹰派 可能还是会不断的碰壁 吴秉锐就说 如果是从司法级出身的人 担任院长政府院长 那么将来司法改革保守力量很大 要做司法改革恐怕要额外失利 否则会十分困难 好我们首先吴秉锐委员 一立一休这件事情 我想在民进党内部 应该也是很头痛 我相信有选票压力的立委 应该都受到不少的人抗议 好那你跟这个林淑芬的过招 最近怎么回事 也没有过招 我是受到这个党团的要求 因为我现在担任党团干事长 所以党团在礼拜四的早上 要求我要去找林淑芬 因为说联络不上 那我们那一天 本来党团是八点在 这个未完委员会甲级动员 就是希望大家八点以前要到 可是我从新庄出发 七点出头的时候 就接到总召电话来 说时代力量占了主席台 然后扬言说 如果林淑芬委员 招委不出现的话 就不能开这个会 所以我受党团的指示 要去卢州找林淑芬委员 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去他家找他 你会不会找错了 按错电铃 应该不会 以前去过吗 我没有去过 他是在一个集合住宅里面 这个就是大楼 然后去当然是先 拜访管理员 那大家知道大厅会有管理员 那我拿出名片 然后跟他说明报告来议之后 那他就帮我按了对讲机 然后对讲机没有反应 就是按了对讲机之后没有回应 然后我又跟他说 这个事情很重大 能不能帮我想办法 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 消防队 不是 结果那个管理员很热心 他就带我坐电梯 因为我们外人 如果没有管理员带 我们电梯根本也没有办法去到人家家里 现在的大楼都是这样子 然后带我到他家 然后就在他家门口按电铃 就按了几分钟也是没有出来 那就都没有反应 可能不在那边吧 那我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就绕到他的服务处 因为那的服务处离他住家 其实不远 蛮近的 绕去他的服务处看 七点多嘛 铁门没有开也是正常的 铁门的确是没有开 所以我就跟总召讲说 找不到人 所以我就赶回去立法院 刚好八点出头 那时候总召跟时代力量 跟国民党已经在那个地方 在那边argue 在那边吵 那因为在电视前面 为了这个事情争吵 我觉得不太好 所以我就 劝民进党党团的所有成员 我们是不是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开会 他就针对这个事情讨论出我们的结论之后 再回来未完委员这边来看怎么处理 就在会中讨论的时候 当然有各种意见 但是大多数的委员就认为 那一天不要再开了 所以最后就没有继续开 那也留下 可以让行政机关继续努力 跟外界沟通 一例一休的主张的机会 那这个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 以我的角度 基本上政治人物跟社会运动者 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社会运动者 你可以为你的单一价值 单一的理想 不管其他的考虑 就勇往直前 但是这种政治工作址 他必须在各种的 利害关系中去衡量 衡量一个 衡平大家最能接受 虽然都不满意 但是能够接受 这林书芬考量的可能是他的选民 可能是他大部分的选民 会不会 三重 如周这一代 他如何考量我不清楚 但是我也是区域选出了 对 我是新庄 我们新庄 老公也很多 中小企业主也很多 对 我们 你不担心丢票吗 我觉得我那个衡量 我到现在来讲 我到现在 我还是相信 一例一休增加弹性 我个人认为 那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案子 OK 那在党团会议中 绝大多数的成员 基本上也都接受这个案子 那我是觉得说 虽然就要一例一休 但是我们本身就认为 这个就是周休二日 这那个休息日 因为还是在 现在劳动技术法 有一条条文 就是说一个月的总加班时数 不可以超过六十 四十六个小时 那个条文是没有动的 OK 所以一个企业主 叫劳工来加班 如果他守法的话 最多就是一个月 四十六个小时 问题就出在 如果他守法的话 那就读法律 我是读法律 如果一个企业主 如果不守法 你法律怎么定 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 那我至少政府 一个立法机关 要定出一个法律 我说得很清楚 就算劳工的老板 企业主 他不专注的法律 劳工至少也有 警求权 将来也是可以 根据劳动技术法 跟他要求 对 那另外一点 我们会加强劳动检查 现在事实上 劳动检查 在台北市 在各个地方 很多都已经检查到 很多企业主 都有一些被罚的状况 那这个将来 还会再继续加强 委员我请教一下 那林淑芬会被 党级处分吗 这个事情是将来 由党团去讨论 我们目前没有人 在谈这个事情 对 那你说这件事情 怎么处理 依照我们民进党 党团的机制 他就是将来党团成员 全体来讨论之后的结果 这个也不是谁 可以片片决定的 我们有很完备的机制 我们自己还有一个 纪律委员会 这个我们那个纪律委员 也是票选的 也是我们民进党里面 党团里面 自己票选出来的委员 那个也不是党团的总召 或是干事长说 该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没有 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权利 这个事情将来再来谈 我看起来民进党执政之后 立法院党团反而变得很团结 在当反对党说意见 还可能较多元 不过扣姐 你怎么看这个党内护打免费 这个事情 因为涉及到立法院的议事规则 那为什么林淑芬 他没有来这个会 开不成 等一会还要请教一下 吴秉锐委员这个细节 其实我刚刚已经请教他了 我平常对林淑芬委员 这位 尤其他在石安的议题上面 非常认真 因为我看他脸书 访问过他 他比对了好多好多的进出口的资料 是非常专业 而且他比较不怕压力 非常投入的一个立委 那上次那个外劳 外劳 三年不必出去 然后影响了非常多 仲介的那种这个利益 然后可是他又帮助了 这些外劳们 不必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被剥削 我觉得他真的做得很棒 我们也在节目里面呼吁过 要支持他 但是这次事件 我不太赞成的是 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士 这个不管你的专业是媒体或者是立法委员 你不能像一个跟先生吵架的太太一样 就离家出走把门关起来 相应不理 这个非常不成熟 这种人格特质很不成熟 那或许他那天真的不在 因为吴委员说是大楼管理员带你上去按门铃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打对讲机 那如果他有打对讲机 他接了 对讲机就没有接 对就没有接 对不对 然后按门铃也没有 那有一种可能就他真的不在家 可是他后来的说辞是说他家的门铃坏了 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 有点就是说 有点失去他过去冲锋宪政的风格 我觉得林委员到现在为止 我想大部分的选民或说像我们长期观察他 还愿意给他一次机会 向社会大众说清楚那一天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跟他为什么他不出现 那你使得这个立法院里面 你这位我的意思说 你是我们选民选出来的 固然你对你的选民有责任 可是你对于你当招委的做主席那天 因为他们做主席审法案 其实那个是那个是不能移动的 那一天你也有选民所赋予你的责任 可是柯博姐社会改革不都是像你嘴巴讲的这种不成熟的人才做出来的吗 刚才这个吴委员说了社会改革跟立法委员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立委必须虽然他是区域立委 可是区域立委还是有一个立院党团的一个 那对他现在的挣扎就是要听党意还是要听民意吗 你可以说清楚啊 你可以 你前一天就说你不要主持啊 对不对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接受这个 然后我也不让这一天的一立休 或者说这一天的委员会能够复委 那这样就不太负责任啊 因为连大法官会议解释的时候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他都可以在后面表明嘛 那从实力上来讲 林淑芬委员也知道自己这一票 如果真的用这个票数用多少来算的话 在一个制度之下 他是挡不了的 所以他杯葛啊 那你的比起你这样的杯葛 像一个反对党的杯葛 那你不如像一个负责的执政党的这种 这个异议的声音说出来 你把你的声音说出来 告诉我们为什么 然后或者很多人会接受为什么 甚至于你提一个方案 就是说现在我对劳动基准法里面的 这些什么七天啊 一立一休两立啊 这些问题 我觉得他还是要有一个台湾的 长远的劳工的政策 跟劳工跟资方之间的 这种互相权益之间的终极平衡点 这个终极平衡点是有很多选择的 我们可以保证不会发生A B颁表 不会发生说这个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子的方式 那你要怎么让人民信 如果劳工能够相信政府 能够落实劳减 然后落实让这个雇主确实 给付加班费 能够保障的话 我相信大家是在接受的 还要相信这个 所以对啊 就是现在大家 连政府院长提名的 人家就是信不了了 怎么会信呢 所以就是大家现在 没有办法接受人员 祝福